加上一短不用愁都来找我们老娘舅 欢迎收看今天的记忆老娘舅 那我是海燕 最近各位已经非常了解我们调解员了 她就是大人代表白叶姐 大家好我是白叶姐白阿姨 好的那让我们介绍一下当事人吧 这边是我们的张小姐 那这边是我们张小姐的丈夫李先生 好的那么张小姐今天要调解什么事情呢 这个日子没办法过了 我们本来都是生花球迷 可是这两年 他变成了散岗球迷 尤其是上个赛季 散岗的成绩特别好 他整天在我面前要无瑶 根本今天一直上岗审舅是好题对吧 生花球迷了呀 生花干嘛的竹蟹杯冠军 弄你喊啊 但那我冠军又难了呢 理事要把审舅差不多 你这个叛徒 你不配合男学人 你这个叛徒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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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呢警察要看见东西对吧 你听到外面不开理事上 可我哪都我的老板都会去上岗球迷了呢 根本有话挂我了 生活吗审舅太太败了 这哪是大路啊 港的生活训练差不多 去年水平低我们能得竹蟹杯冠军啊 上岗什么球都提不紧 都是靠外援 没有外援啊 上岗顶多是个平均冠军 哪生花的啊好忙啊 也觉得那老板都更好顺利啊 生花球迷就别疯了 你让我 explain 谁是说生花球迷 生花球迷六八鹅 生花不要外援也能夺冠 我们生花就是厉害 你们就是胜港 胜花是冠军 不筐不放 不生花 不筐不放 不生花 不筐不放 胡说八道 胜海胜港 斯不可挡 好了好了 我把你摇晓的决动 打开呢 根本挖入他们不开放在下 继续拿罗共一个个圣岗球迷 他得能助生活给他印象吗 我是生花球迷 他还带他上岗球迷朋友来我家看上岗的比赛 上岗一进去他就不过 我的心都在滴血啊 他还让我写上岗的球衣 这就是在践踏我的尊严 好的那李先生到底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吗 干嘛阿人是我的呀 我有做什么呢 那我没有说到我玩了个 那我说到油厂一刷车 九刷两刀车 归是上岗的 诶那葛兰能的呢 就是要干死上岗呀 有米空啊 哈喽巴姨比较车都比较车都 那听说呢阿拉尔的亲爱的非常尊严的法律顾问 让我们听听他们的建议吧 各位观众大家好 其实这对夫妻的矛盾啊 不涉及法律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追求爱好的权利 但是在追求爱好的同时 夫妻之间呢 应该做到互相的尊重 互相的理解 妻子呢不要含沙色影的做菜 丈夫呢不要老是叫球迷到家里来看去弄得欺诈 哎呀呀烦得要死 所以他们两个人呢要好好的和平共存 这个是最重要的 那好刘律师呢请问一下您是哪个球队的球迷呢 我当然是生花球的 打兵报给你 我做 弄刺港独 家长一段不用愁 都来找我们老娘舅 欢迎收看今天的提高娘舅 那大家好 我是海燕 那接下来呢 我们调解员的各位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我们的大人代表白夜姐 哈哈哈哈 那相信我们调解员呢 各位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就是我们的大人代表白夜姐 哎 大家好 非常多人 那相信各位呢 已经非常熟悉我们的调解员了 就是我们的大人代表白夜姐 哈哈哈哈